开赛第27分钟 巴西队长内玛尔被放倒后 主罚自由球时 在龙门左侧28米处 踢射入网 东道主先取开了红 1比0 之后比赛陷入胶着 直到下半场 轮到德国队长迈尔 在门前12米处 扫射进入左下角 德国1比1 扳平比分 双方接着纠缠120分钟后 进入点球大战 首四轮两队各有得分 直到第五轮 彼得森推射右下角 被巴西门将挡住 最后出场的内玛尔 打进右上角 以5比4 终结了比赛 也给巴西夺下 史上首面奥运男足金牌 很高兴 我很高兴 很高兴 成为奥运人 在我的国家 我感谢这奥运 奥运动于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我感谢这奥运动于我的家人 我感谢这奥运动于我的家人 巴西国足赢得奥运金牌 对巴西球迷来说 几乎无异于 夺得大力审杯般兴奋 除了因为巴西足球队 成功打破了 无法拿下奥运金牌的魔咒 也因为在主场 击败了德国坦克 等于是一雪 两年前世界杯 主场被德国 7比1血洗的耻辱 因为这场男足决赛打的胶着 两队在场上都提出了精彩的表现 因此德国战车虽然输了 但德国球迷也大方地接受了赛果 表示看了一场精彩的球赛 没有遗憾 安理与其综合报道